另外看到来自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中国新一波的本土疫情在一起 这波疫情是从7月20号 江苏南京的路口机场爆发 机场检测发现有清洁人员确诊 而机场直到26号才关闭 但疫情已经扩散蔓延开来 目前包含江苏在内 一共是有5省11个县市出现了相关病例 而南京市的江宁区更已经封城 疫情热情的民众通通都要全面实施筛 江苏27号单日新增48期确诊病例 其中南京就占了47例 从7月20到27号 南京累积本土确诊病例超过150例 那么此轮聚集性疫情也呈现出了 跨省传播的态势 目前已经有5省11地出现了 本轮疫情的关联疫情 南京的路口国际机场 20号检测发现机场清洁人员确诊 而清洁人员就住在机场附近的街道 疫情由社区一路往外散播开来 我们也紧急地腾空了 我们区内的医护院 疫情热区江宁区的路口街道 约有16万人接受了核酸检测 小区也实施封城 日常生活物资由当局统一配送 在新设立的物资储备站 工作人员忙着分装打包 机场失手导致疫情扩散 南京疾控专家表示 这波疫情的病毒株是Delta变种病毒 传播速度比较快 也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 综合报导